編年幾下第九章 社巴女皇聽見了薩羅門的聲譽,就來到耶路撒冷,考問薩羅門一些難題,陪從她的人很多,樂陀陀著許多香料,黃金和寶石,進見薩羅門時,便將所有的心思都對她說了出來。 薩羅門對她所問的一切難題,一一給她解答了,沒有一樣可難住薩羅門,而不能給她解答的。 社巴女皇看見了薩羅門的智慧和所見的宮殿, 賢直上的搖讚,群臣的助賜,补從的事後和服裝,酒淨與酒淨的服裝,和在上主殿內的全凡制,驚雅得出神。 誰對君王說,關於你的作為和智慧,我在我國內所聽到的,的確是真的。 以前我原不相信這些傳聞,及自我來親眼見了,才知人告訴我的還不及你偉大智慧的一半,你實在超越了我所聽聞的。 你的妻妾是有福的,你的神博是有福的,能嘗試立在你面前,聆聽你的智慧。 上主,你的天主應受讚美,他喜愛你,使你作他的皇位,代上主你的天主為皇, 因為你的天主愛慕以色列,要永遠保持他們,所以使你作他們的皇,來秉公行義。 寫巴女皇誰將一百二十塔冷通黃金,大批香料和寶石,贈送給君王,寫巴女皇贈給薩羅滿王的香料這樣多,是從來未有過的。 從澳非以運金子的希蘭的伯仁和薩羅滿的伯仁,也運來鳥彈香木和寶石。 君王用彈香木為上主的殿和皇宮製造鳥欄杆,為歌詠者製造鳥琴室,像這樣的東西,再由大地方從來沒有見過。 凡社巴女皇所願所求的薩羅滿都奉送給他,此外,尚有君王為酬謝他贈送的禮品,以後他和他的伯仁回鳥本國。 薩羅滿每年收入的金子,重量有六百六十塔冷通。 雙人小販所運來的,以及阿拉伯的朱皇和本國太秀給薩羅滿所進獻的金銀,尚不計算在內。 薩羅滿王又用錘打的金子,作鳥二百個盾牌,每個用錘打的金子六百歇黑耳。 又用錘打的金子,作鳥三百小盾牌,每個用錘三百歇黑耳。 君王把這些盾牌都圓,再來搬亂臨宮。 君王又用象牙製造鳥一個大寶座,用純金包箱。 寶座有六級台階,座背後有一隻金羔羊,座位兩邊有扶手,扶手兩旁立著兩隻獅子。 六級台階上立有十二隻獅子,每級兩個,一左一右,在任何國家從沒有過這樣的製造法。 薩羅滿王所有的飲氣,都是金的,泥巴亂臨宮的器具,都是純金的,薩羅滿時代,銀是不值什麼的。 原來君王的船隻,與希蘭的僕人一同去塔爾史士,去塔爾史士的船隻,每三年往返一次,混來金銀像牙,然後和孔雀。 這樣,薩羅滿王的富貴和智慧,超過了世上所有的君王。 世上所有的君王都想見薩羅滿的面,聽聽天主賦予他心中的智慧。 各人帶來自己的禮物,銀器,金器,衣服,兵器,香料,雷馬,連年都是如此。 薩羅滿有四千舊,為養馬全車,有一萬二千騎兵,駐紮在團車城和耶路撒冷軍王左右。 薩羅滿統合列王,由大河到培勒舌特人領域,直到埃及邊緒。 軍王在耶路撒冷有的銀紙,多如石頭,香柏木多如平原的桑樹。 薩羅滿所有的馬,都是由武之黎和各地混來的。 薩羅滿其餘的前後事跡,都記載在先知納堂的言行錄,史羅人阿希雅的預言書和先見者伊多倫及乃巴特之子雅諾貝罕的啟示錄上。 薩羅滿在耶路撒冷作傳以色列王凡四十年。 薩羅滿與他的列祖同眠,葬在他父親達美城內,他的兒子勒哈貝罕繼位為王。 薩羅滿! 薩羅 Aar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